那里说了芙蓉过目不忘 但是她的历史文献里面 说她的故事里面呢 并没有过目不忘的具体的事情 而是通过一种她断案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推论 这个人真的是有这个本事的 那么芙蓉她最为人称颂的 是她能够断那些悬疑之案 别人破不了 她就破了 比如说偷盗是谁 比如说凶手是谁 她都能够破解 那么使得她所管制的那个地方 路不时宜非常的安全 她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治理的效果 这就是跟她做事情 什么都记在心里 然后能够随时调度那些信息 通过一种灵感触动到那些节点 能够达成破案的效果 所以她一定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描述 美德 好多文化 访数不